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二 访问阿拉巴卯州武器生产工厂洛克希德马丁时 就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发表讲话 拜登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是保护民主的直接投资 他还通过推文呼吁美国国会迅速批准 白宫要求的对乌克兰再援助330亿美元的资金 战争的消耗是巨大的 军援是否掏空了美军 财大气粗的美国能不能撑得住 美国军工集团是否在背后左右了政治 美国的众议院最新也通过对乌克兰的租借法案 是真心帮忙还是要将乌克兰拖入深渊 相关话题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夕宇先生 为你做分析跟解读 当地时间5月3号 美国总统拜登在阿拉巴马州 视察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家武器生产工厂 这家工厂正生产标枪反坦克导弹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此型号武器 拜登指出 伙伴一道为乌克兰提供支持 包括支援武器等 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仅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援助 拜登还敦促国会 近期批准一项33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 包括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和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 美国国会众议院还通过了军事援助租借法案 此法案旨在简化美方军事援助程序 使美国可以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及军用设备 杨先生您好 拜登在视察军工厂的时候 就提到还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其实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单纯美国就向乌克兰已经提供了30亿美元的援助 又再追加了331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您觉得会给当下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战争拖长 烈度升高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呢 在美国战后以来是已经没有了 没有之一 这是最 就是短短的你看战争爆发一个多月 不到两个月吧 那么美国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你看这样的一个30多亿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国会批准给美国政府的136亿 刚才你说的330亿 为什么拜登说你赶紧给我批的330亿呢 因为他的高官已经讲了 你原来弄了136亿 我现在快花光了 那么我们看呢 就是说一个多月的时间 30多亿 130多亿 这就是170亿美元打进去了 然后现在马上又要搞一个330亿 这个还不算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批准 就是提出330亿这个同一天呢 美国国会又 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新版的租借法案 就是把那二战那个业给翻出来 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呢 已经是打破了这个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记录 没有过这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实际上就要联想到拜登政府高官 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初讲的一句话 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苏里文就讲 他说这个战争啊 将是一场非常胶着的战争 可能要打数月甚至是数年 就是现在给的都是无偿的 就是等于援助啊 就是他的各种 330亿这些都算是援助 300亿这个都是那个什么 就包括那讲136亿 在帮前面你说的三十几亿 这个都是无偿援助 但是现在呢 这个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这个 租借法案 这个在法律上 那就不是无偿的 因为你看他的那个 因为我们都要注意 他的这个法案的这种法律 以 比如说他的那个给出的这个词 他用的不是assist 不是provide 他用的是什么呢 是用land land是他借给你 对吧 就我们讲的翻过来叫租借嘛 对吧 就借给你的 那么借给你 你就得还 而且这个还它有很多内容 就是说你要还的时候 如果是因为折旧 那个你也要赔钱 如果弄坏了也要赔钱 然后你还不了了 比如说这种打掉了 打掉了你 你比如说我给你一万发炮弹 如果这是借给你的 到时候你可以得还给我一万发 你说报告那我一万发打 最后怎么还呢 那没关系啊 咱折钱呢 一万发炮弹 一共多少钱 你得这 他就这个意思 当然了就是说 究竟最后要不要还 那么以前的有过这个实践 包括苏联在二战时期 借了美国好多武器 好像在2006年才还 才还 而且那个没计利息 就几个亿 就当时算几个亿 不过呢 说实话 40年代那几个亿 那和现在几个亿 那概念不一样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不管怎么说呢 租借法案这个 那个是出来混是要还的 那些都不一样的 那乌克兰人要几代人才能偿还的上租借美国武器的这些钱 会不会把乌克兰拖入一个经济危机 或者是陷入一个更大的灾难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首先呢 这个看起来这种大量的无止境的援助呢 一个最直接的威胁 就是对乌克兰人民生命的威胁 在这里我特别这个 欣赏那个 就是古罗马有个政治家 也是一个哲学家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的 我们不要滥用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来寻找战争借口 他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 哪怕就是一个不公正的和平 也要比公正的战争要好很多 为什么呢 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人的生命的这种 这种丧失 我们假设说 现在这个钱哗啦哗啦哗啦就去了 两个结果 这是确定的 第一 战争肯定延长 俄罗斯想速战速决 现在根本不可能 你看这个在这个顿巴斯地区 人们都在说 大决战什么时候开始 不要想到二战那个结构 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说 已经形成一个犬牙交错的这种交错战 现在总的讲俄军在推进 但是推进的非常缓慢 由于这个大量的援助 更重要的 乌军已经开始在这哈尔科夫方向呢 出现了小局部的反击 那么随着大量的这种先进武器的到来 特别是这种大口径火炮 比如说这个777 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美军的榴弹炮 榴弹炮 俄军制空权之后呢 那么可以想象 这场战争一定打上一个犬牙交错 因为从人力资源上 俄罗斯并不占优 恰恰相反 在乌克兰国土作战的话 乌克兰的整个现在全民动员 这个情况下 那么这个战争肯定会打上一个犬牙交错的交错战 第二呢 大量的军事援助来了之后 大家想想 是什么呢 就是烈度上升 战争的烈度 重型装备上升了 重型装备上升了以后 必然的 俄罗斯也要搞重型装备 据说呢 美国有个炸弹之母 不是据说 就是美国有个炸弹之母 俄罗斯呢 搞出个炸弹之父来 就是比炸弹还厉害吧 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说这就不得不担忧的是什么呢 这种战争的延长 半学这战争烈度的提高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战争有可能升级 因此呢 就是这种大量的援助本身呢 第一对乌克兰人呢 是一场灾难 本身就是个陷阱 就是按道理讲 如果针对乌克兰人生命负责的话呢 就是先给我停火 停止双方生命的损失 然后通过政治解决来解决 这个是最理想的 还是通过谈判 对 这个是最理想的 这个火呀 战争就是俄乌充斗这一场火 这火出来以后呢 你看这个国际舞台上 各种角色都出来了 有的人拎着一桶水上来 哗往上一浇 不管有用没用 它的意图你能看出来 把这火浇下去 对吧 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 比如说土耳其总统埃尔端 说你们到我这来谈吗 没问题 这都属于浇水 然后呢 还有一会儿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如何 比如说欧洲的政治领导 冯带来人讲了 就是一定要如何如何 非要让俄罗斯怎么怎么着 美国国防部长讲得更清楚 要让他怎么怎么着 这个怎么弄呢 然后就开始提供武器 我把这个看成啥 这个叫交友 这个呢就是对 首先呢就是对这个乌荷兰人生命 包括俄军生命的才是 这个这个一种不负责任 对人的不负责任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这种援助 尤其是这个租借法案本身吧 其实援助这事倒行 反正我就花钱 花钱俄罗斯那个谁不用还 但这有一条就是生命 那是多少钱买不来的 但是还有一个就如果租借法案 实施现在租借法案还没实施 拜登总统还在犹豫 如果实施起来的话 这里面今后就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呢这些是多少钱 多少时间还完 然后呢这个 都值得我们继续来关注 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好 先谢谢杨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开始任上的 首次亚洲访问 那么这次亚洲行又有哪些看点 稍后继续来讨论 一会儿见 新闻今日谈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白宫日前公布了拜登访问亚洲的行程安排 拜登将于5月20日至24日访问韩国和日本 这将是拜登自去年1月就任以来 首次访问亚洲 拜登此行旨在与韩日共同讨论深化安保和经贸关系 以及扩大双边合作等事宜 据韩联社报道 拜登将于5月20日至22日 首先同尹熙悦举行韩美首脑会谈 尹熙悦将于5月10日就任 而拜登访韩 有望成为韩美 从韩国新政府成立一史就巩固双边关系的契机 拜登其后将赴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 并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 杨向我们关注到 这个拜登是近年来连续第三位宣称 把他这个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的美国领导人 而且拜登其实他这个亚洲行开启的算是比较晚的 是在就任之后的16个月以后 所以您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来亚洲呢 去年他想来但是他有一个更紧迫的任务就是欧洲 上台以后呢首访的是欧洲 欧洲亚洲都很重要 但其实亚洲更重要 但是为什么先访欧洲呢 就是叫修补 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朗普四年单面主义 这个不仅中美关系搞坏了 把这个整个他这个美国对外关系都搞得很杂 特别是大西洋关系 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时的美国法国总统 法克隆讲了一句话 说北约已经脑死亡 大家想想脑死亡那是个啥概念 对吧 所以他当时要急于去欧洲呢 首先要修补大西洋两个关系 这次去亚洲来亚洲呢 也有一个任务 也可以两个字 就是什么呢 叫搭建 就是说经过这一年多的这种修补 同盟国的关系 包括同这个亚太国家的关系呢 那么算是修补了 修补了以后还不够 就是你刚才讲到 他要把战略重点放在亚太 放在亚太呢 它需要一个体系 这就是搭建 搭建这个新的同盟架构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夷 就是美国原来那个战略重心在欧洲 然后呢 现在开始转向亚太 这是不假 同时他把它的战略资源也调整 奥巴马的时候就说了 我的全球的海空军力量的60% 要放在亚太 在那个之前 它的重点 那个海空军力量是在欧洲的 现在整个要往亚太转移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所谓战略重点东移呢 不是它自己的资源在东移 不是它自己的力量在东移 而是要把整个同盟体系 进行系统性的东移 因此我们才看到呢 就是说要把所谓亚太战略 变成那个到了特朗普的时候 把那个日本人发明的一个概念 给拿过来 它搞成个印太战略 连那个太平洋总部呢 名字都改了 叫印太总部 为什么要把这个印度洋搭上呢 这里面自然有这个印度洋 太平洋经济一体化的这种趋势 全球化都越来越变成地球村 这是客观的 但是主观上呢 它是要通过印度洋这个跳板 把西半球的盟友的力量 都转到这个向东转移 这就是系统性的 那么在这种搭建当中 我们看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美日英澳四角同盟 那么这次来呢 是要开这个会 在那个之前我们看到 去年搞了个什么呢 叫美英澳三角同盟 就是AUKUS 人们都说是什么 安格鲁萨克逊 就是这跟什么什么种族没关系 这是表面现象 为什么搞英和澳呢 因为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 那个同时恶守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那么战略节点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要搞印度洋 有它 必须得有它 第二呢 英国是传统的印度洋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霸主 现在不是霸主了 但是它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 因此呢 就是它搞的这个美英澳呢 实际上是作为整个印太战略的西裔平台 就是西侧的平台呢 来覆盖和保证美国主导印度洋 同时呢 北约其他的一些国家 可以顺着印度洋下来 这个进入到这个印太地区 连这个法国 当时因为这AUKUS弄得 法国人不高兴吗 拜登你知道讲究什么呢 说你别不高兴 今后你也可以加入AUKUS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这么看 AUKUS不是一个AUKUS 它叫AUKUS PLUS 就是可以往上加 同样呢 那个跨的就是这个美日印澳 也是个加 那么这次对韩国访问 其实就是一个在拉拢韩国 今后呢 这个跨的美国人在考虑呢 跨的要加上韩国 菲律宾 新加坡 甚至越南 就是尽可能的国家 要加入一个各种形式 加入到QAW的 这个我把它叫做 美印太战略的那个叫 东义平台 就是东侧覆盖太平洋的 然后那个AUKUS 这个西义平台呢 就是要加上欧盟 这些什么法国呀 德国呀 意大利呀 反正这些国家 就可以顺得这么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构建 那么这次的这个 拜登访问亚洲呢 就是在筹建第一 要进一步的坐实 四边机制 这个四边机制呢 这是第一次的线下的峰会 领导 最高领导人峰会 去年搞过一次是那个线上的 再往前还没有那个 就是部长级的 现在就是这个 要搞成峰会呢 线下的这是第一次 而且这个要通过这个第一次呢 今后就要形成一个机制 咱每年都开一回 咱四个领导人全都 每年见一回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还得讨论呢 就像那个七国集团 对吧 咱也可以往上加人 什么韩国呀 什么新加坡 这些开始往上加 就是这个呢 是他这次访问的重头戏 你说第一站韩国 这我同意 但是重头戏不在韩国 重头戏在东京的那个 四国峰会 美国现在是在修补了盟国关系之后呢 要重新搭建 或者叫重构 它的同盟体系 来适应战略重点东西 就是不光我要战略重点东西 你们各位啊 战略重点都得给我放在这个地方 您用的是搭建 有人分析 他这次来是校准 他的这个亚太的政策 您觉得他会怎么来校准 我认为呢 这个所谓校准呢 就是叫聚焦 我要更用的一个词就是聚焦 就是通过这次 不是 就是要让这个战略呀 更加聚焦中国 当然他已经聚焦中国了 可是各位盟友还没有这样啊 所以说呢 就是召开四方会议也好 完了这个访问韩国也好 中国肯定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 就是说自己要聚焦中国 而且要协调所有的盟国都要聚焦中国 所以这个呢是这个 这次的这种搭建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要 我为什么讲 它不是一个国家战略资源的东移 它是整个的系统性东移 它不是一个头部转移 从这个西边转到东边来了 实际上是一个全身的这种转移 那您觉得韩国会不会加入这个四方安全的对话 因为之前尹熙悦对此表示的是非常积极的 对 我认为这是个时间问题 看韩国国内政治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届政府本身有这种内在的需求 就是我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个韩美的这个同盟关系 目前的这个保守主义政党开始执政 那么它传统上就有这个倾向 所以现在我要进一步的这种靠近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韩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全球的志向 比如说叫全球韩国 日本有个地球仪外交 说到底就是全球 不是 地球仪就是全球 英国也叫全球英国 反正这个现在是 现在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群群并起的阶段 所以韩国有一个叫global career 就是全球韩国 你说那我不知道他俩谁先提出来的 这个专利我不知道 反正韩国这个global career 讲了好几年了 那么他现在他一方面呢 是觉得我我应该在这个战争风险提高的时候呢 我应该进一步的向美国靠拢 加强美韩同盟 还有一条 要借美国战略这个大船 他自己也要走出去 就是说呢 我要变成一个全球韩国 比如说美国人让你加入七国集团 呵呵笑纳 就去了 那个 然后现在呢 如果说美国人伸手 就是说 哎 请你加入Quad 这又是一个大国俱乐部啊 那好歹我也是个大国了嘛 那就就就就就进了 所以他的这个 这是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就是一方面他自己的需要 再一个就是美国的这种拉拢 特别是韩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变化 其实韩国现在进入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对外政策的一个调整期 所以这个 这些各种因素 凑到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说Quad 美国要进一步的聚焦 搭建成一个聚焦中国的系统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要搭建成一个开放的平台 就是那个专项的平台 就是目标这几个国家 迟早都要拉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 今后不仅要有Quad Plus 而且一定会有AUKUS Plus 那么构成了 所谓印太战略的东西两翼的平台 这个是目前美国正在搭建的 另外我们看到拜登这次 访问亚洲这个路线 确实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之前首战是到日本 现在第一战是到了韩国 那您觉得接下来韩美关系 会被美国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至少今年啊 美国会把对韩关系的 重要性看得比对日重要 你可能不理解 日本这怎么说也比它重要 但有一条有个紧迫性 就是以前我们谈过 就是今年朝鲜半岛会危机在起 是 你看前不久 这不是又发了 又阅兵又是 不是阅兵完了以后 这不前几天又 你们也报了 说是又发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如何如何的 而且这个是个小的 和大头都在后头 今年肯定什么卫星啊 这个什么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 甚至新的核试验 如果它这个风系里修补 我着不着不弄好了的话 那个新的核试验都出来了 所以这一系列的行动呢 就增加了这个美国不得不关注 朝鲜有个特点 你不能忽略了我 所以说今年是一定是 朝鲜要唤醒美国的一年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美国一定 在这样一个紧急年代 这不是一个常态 常态情况下 日本肯定比那个韩国重要 对美国来讲 美国肯定重视日本 更甚于韩国 但今年是个非常态 特别是朝鲜半岛 东北亚地区 因为朝鲜准备要唤醒美国 就是美国你不能走 朝鲜半岛美国你不能走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今年美国肯定是要 更重视韩国 这个是一个比较明确的 这个趋势 在这个趋势下呢 实际上就更有利于呢 美国借势 就是想办法恢复 回到亚洲来 回到亚洲 你看这个地方有事了 你们都离不开我 再加上什么呢 把这个韩国和日本呢 都给它弄起来 说到你刚才说的先访问 这确实是打破了一个惯例 原来我一直讲 这个我就发现 日本人 韩国人吧 多少年了 炒来炒去的 都跑到美国那儿炒 这个你老大来的话 你得先上我家 韩国说上次你都去日本了 那这次你还得上我这来 日本人呢心眼也不大 上次来了 这次为什么不来 都有道理吧 所以总的讲呢 就是美国总统到亚洲的时候 那个这两个国家都得来 但是一般的来说走日本 但这次呢不一样了 人们大抵眼睛 怎么回事 走韩国 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客观原因 今年半岛比日本重要 不是重要紧迫 第二呢还一个问题 他抓住了韩国想修补 韩美关系这个机会 戏机 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啊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 尹熙悦胜选 然后呢尹熙悦办公室 就主动跟白宫联系 我们这个候选人呢胜选了 明天啊 我们想跟总统约一下 什么时候咱们约一下 那个打个电话 胜选五个小时之后就通上电话了 那是人家本来韩国是约的 就是说咱们明天约个电话 行不行 后来这拜登 甭约了 咱今天就通电话 所以看来就是美国跟韩国 他美国特别急于那个 当然美国现在也比较重视这个事 拜登跟特朗普不一样 特朗普呢明天就明天吧 你看拜登把马克龙胜选了 他也打电话 他当天打电话 马克龙说对不起 我是睡觉了 明天就说吧 他就把那个拜登 给弄到第二天去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表明拜登对于这个 修补盟国关系 还是很重视 美韩之间是你有情 我有意 对 然后你也对 你有情我有意 那马克龙他不领这情 那是另一个 就出现另一个剧本了 这个剧本呢 正好一头 你有情我有意 那好咱当天五个小时 你想五个小时 好了 通上电话了 通上电话 现在有这个需求 要调整 有这个意向需求的时候 那么拜登自然就把 第一紧迫性 第二呢 就是人家有意 我也得有情 所以就出现了 这次的不一样的安排 好 谢谢杨夕宇先生的 点评和分析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下期见